Le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立陶宛對上高棉的一個對手 來看一下右邊立陶宛 立陶宛跟高棉 那我們來看立陶宛的能力吧 立陶宛在我們頻道似乎很少出現 因為他在以前的版本太強勢了 強勢的原因是因為他的騎士 拿遺跡可以夾遺攻 以前我記得是沒有上限的 你拿多少遺跡就可以加多少攻擊力 所以有些地圖上做的太硬霸了 之後有nerf了 就是變成最高加四攻 以前還有三攻的 以前他的三攻是可以點的 但是他現在被拔掉了 完全平衡了這個文明 但是呢 如果你拿到四個遺跡的話 你還是比一般的騎士遊俠文明 還是強兩攻 這算細節 而且一樣是有三級馬卡 然後品種跟跑速都有 所以打其他拿是不會輸的 不過你有四個遺跡的話 那兩個的話是就剛剛持品嘛 所以前期立陶宛 城堡 上城堡那段時間是非常的關鍵 基本上城堡打不好也可以投降了 算是一個很進階的一個文明 新手是不太會去碰的 因為碰的話大部分也是劣勢 因為畢竟沒有三級狗 但是他的經濟發展是非常好的 手推車跟三級農天 三級伐木跟一級蛙精都有 但比較可惜沒有二級蛙精喔 但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畢竟他這個三個基本的都有 就OK了 手推車的話應該是大家都有 應該是不會有少手推車的 這樣經濟會差太多 好 稍微講一下立陶宛的其他能力 那以前立陶宛的 大家在一兩年前吧 立陶宛的文明剛出的時候 應該是一年前 沒有到兩年前 那立陶宛剛出的時候 實物是加150 那很多人都會用這個能力 去打棒棒 什麼 立陶宛三棒棒五棒棒 這種打法也是有的 很奇葩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遇到立陶宛了 第一個想法就是OK 單挑棒棒一定會來 所以就有個底了 然後他的長槍兵跟毛筆 移動速度提高10% 不如小補 不算非常重要的一個能力 但還算可以 如果被斷金的話 稍微可以用這個來做撐場 再來是烈提斯 上次我們把打打跟烈提斯講錯了 烈提斯是無視裝甲的一個奇兵單位 那他算是蠻厲害的一個單位 我覺得 因為他的血量算是蠻多 130 然後攻擊有16 所以如果你出他的話 哇這個傷害是不得了的 再加上 那個聖物的話 總共攻擊力是會加到4 4之外 然後再加上2攻 所以是22的攻擊力 然後還可以無視裝甲 非常非常的暴力 那打打的寶兵 是可以掠奪黃金的一個單位 那他的造價算是便宜 然後你比騎士好用一點 但是攻擊力只有8還是9的樣子 比騎士少1兩點的樣子 所以這個立陶宛出寶兵 也算是蠻看時機的 但是如果你的騎士沒有發展起來的話 就可以考慮一下出寶兵了 因為寶兵確實比騎士還是強了一點 而且還要升遊俠 如果你城堡時代 就沒有再打大量騎士 沒有剩幾隻騎士的話 就可以考慮轉這個烈提斯 哎呀這邊撞TC啦 哎呀直接送掉落馬 哇這邊高免 似乎出現了一點小失誤 但沒有辦法 撞TC 是不管任何高端玩家 都會出現的事情 連Mapper都會了 所以也不算是什麼 非常非常少見的事情 只能算是一個失誤 沒有把蠻扣好 好看一下這邊 立陶宛 這邊該不會要撞TC了吧 我剛剛也在想 OK沒有 剩下30滴還行 好那我們來講高免 高免算是一個 也算是很濃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農田 不需要你的村民 去把落放回你的TC 或是模仿 所以算是 濃得很快的一個文明 在高免剛出的時候 他是T1文明 現在我不知道算是怎樣 應該也算T1吧 因為他的大象 超級強 因為他大象攻擊力很高之外 還可以升到金瑞 跑速 三級攻三級防都有 相夫還可以提升跑速 所以我覺得他的大象也算是不弱的 而且攻擊力算是 本版本大象最高攻擊力了 如果你不算波斯戰象的話 那這個大象來說的話 高免算是一個首選文明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那看一下 高免這邊的圖 大金在裡面 很棒喔 那木頭也在後面 那這邊立陶宛前期騷擾 用落馬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要跑到地圖的最邊邊角角 但是正面的話 就比較不好打了 因為他的金都是在外落的 所以到城堡時代的話 這邊要趕快開TC 來防守挖金 這塊野金也會比較難打一點 而且他的大石居然是在最外圍喔 哇這個有點 這個圖只能給20分喔 20分點是因為20分還有這個金在這裡 如果這個金也在外面 那就是0分喔 而且他的果樹叢也是在側邊 也比較難打一點 這邊要趕快守一個斜面 這裡圍起來 或是直接圍這樣子 然後TC壓過來 然後做一個防守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圍 他都是不好圍的喔 也可能只能這樣子圍 如果真的要圍的話 但是依照高手他們的想法 應該是不會圍了 這邊都是小圍小圍 然後蓋TC防守 然後再來再插神堡 那就差不多了 那這邊立陶宛選擇是打工兵 而不是肉馬 那沒意外的話 唉唷 我以為立陶宛這邊會打肉馬 因為他這邊一開始會多150肉 最後是選擇小公 兩邊都是小公開 那這邊高明點下1級伐木 立陶宛選擇是戰毛 但是高明選擇是小公 這邊三人挖金 看起來是要打單TC 然後兵工 哇馬上打了連我耶 我的天 如果你要雙射箭鏟的話 這個金就要補到8個人 那你願待會還要下兵工鏟 射一級攻 不然這邊小公司會斷了 不過他不是要打這麼極限的 然後這邊立陶宛選擇圍家 圍家看起來也算是可以圍的 這邊在毒死 後面這塊都是他的 那這邊也稍微圍一下 算是還不錯 地形還可以 但是比較危險就是這塊金 這塊金也被守好的話 那就萬無一失了 這邊開始圍 立陶宛的圖 也是蠻爛的耶 搶石帶的 這果樹也有可能被打 這也可能是會變成一個進攻的標的 好那看一下兩邊怎麼選擇 兩邊選擇 唉唷小公一出來 直接射這個漏馬 好心機 直接存了4隻攻兵 差點就死了 趕快跑趕快跑 那沒問題 那這邊再繼續補上蛙金的人 像五金 補金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斷金的 看來這個蛙金的人數 還是要再增長一點 哇這邊直接一個遠程打鍊 像我們這種玩家 要去沒趕路就會忘記死路 但是他們就算即使沒趕路 還是會去吃個下 這個鹿 就是遠程採肉 好拉三村去吃 或四村 但通常都是三村 但四村的好處是 你只要四個人去吃 我就可以把這個肉全部搬回去 如果是三隻去吃這個鹿肉的話 還會留一點點肉 那就會導致你村民身上都滿了 回去再放 然後就回來再吃一點肉 吃完肉之後又要回去了 所以就會跑兩趟了 所以我會喜歡拿四村 如果蓋模仿的話就是三村 蓋模仿的話三村 其實效益跟四村是差不多的 但是會浪費100木 所以就是一個前期的選擇問題 好那這邊 五隻小弓 來看到了這個肉馬 肉馬看到對手已經到 冰臨城下了 這邊決定低牆 要來去燒蓋城門對不對 沒錯 好這邊有生異攻嗎 沒有異攻 高米也沒有異攻 兩邊都很慘 來看一下這邊秀一下 怎麼秀 哇這邊直接散兵 直接被收掉一隻 兩隻 哇這個工兵直接白給兩隻 很虧 九十金就這樣沒了 進攻騷擾不到 直接被戰謀弄爆 好這就是雙射箭場的一個尷尬之處 因為你沒有馬救 對方就知道 你雙射箭場 我就只需要爆戰毛 這個工兵也不可能會有 肉馬來救你的 好那這邊 家裡還在持續爆工兵 但是又按下兩隻戰毛 稍微防守 好那最後一隻工兵也被收掉了 後面這幾隻戰毛 要來回去了嗎 如果是我會回去 因為我不知道 現在沒有視野 不知道對面會不會下馬 最後開始屯馬 這邊茂藍前進是有風險的 所以這邊確實回家比較好一點 OK 雖然這邊打出一個戰果 但是我們不能讓 一讓就會出大事 好那家裡也堵起來了 這邊也圍死 OK 後面確實都是差的了 看一下這邊挖金 應該是要上城堡了嗎 下輪走就是要上城堡的一個 暗號了 來看一下這個肉量 肉量300 五個藍蛙金 輪走一好 可能就差不多了 好那這邊確實 灑了一圈田 跟模仿也灑滿 大概18片田左右 就可以很順利上到城堡時代 那這邊可能要再補一兩村 再看一下城堡 還有這隻村民要幹嘛 想要來圍架 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家裡圖 確實不好防守 趕快要來圍一下 但是由於剛剛高敏這邊前面五隻小弓被白換了 有點害怕 會一直不敢出去喔 雖然自己出了這麼多小弓 但是不知道對手在想什麼 趕快來看一下好了 但是怕往前走 又會被戰毛吃掉 好那這邊立陶宛確實點下了一攻 高敏也是一攻 好兩邊要交戰了 看一下這邊 兵臨丞相 要怎麼做一個進攻呢 立陶宛這邊已經都圍死了 唉唷這邊直接下箭塔 不猶豫欸 是我的話我還會猶豫一下說 反正他這個打不進來 沒關係 我就給你打 我是一個很討厭插箭塔的人 因為我覺得插這個125 死太虧了 你一上城堡時代就不能上TC 好那這邊高敏直接逼出了箭塔 那這樣子他這波進攻就不虧了 小賺 現在上時代還是會慢一點 相對的他這邊直接下射箭塔 下這個瞭望塔 那這樣就會造成他即使上城了 也不能高速爆TC 那這邊也不會太慘 這邊直接手點下這邊的奴兵 奴兵趕快點掉 剩下三隻奴兵三隻戰矛 四隻戰矛 那這一波他秀的還不錯欸 故意再點這個奴兵 很關鍵 奴兵能點幾隻就點幾隻喔 反正奴兵沒了 他的進攻能力也就沒了 剩戰矛兵就不用害怕 OK 哇這個戰矛還在秀 還在秀 來這個要收掉了這個夠進 OK 再來後面這裡 哇全部收光 OK打完收工回家 沒走繼續走繼續走 你還想秀啊 哇別一直站喔你還想秀 這個DS有點猛啊 不是台灣的DS喔 我們台灣有一個叫DS 也是四季的高手 來看一下 這邊全部送光了 但是換得非常好 奴兵全部換光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戰矛跟奴兵 那看來是要打小宮城堡 然後這邊 立陶宛選擇是打騎士 那二級目下了 然後修道院趕一趕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拿到越多遺跡 城堡初期就是立陶宛的一個重點 趕快下這個修道院 就不是問題了 那順便講一下立陶宛有個很尷尬的東西 那就是立陶宛他沒有強弩喔 他打遠程的話會比較弱一點 但是有射擊 還有三級射 但是他可以打 我是會覺得啦 立陶宛打馬弓會更好一點 因為畢竟他有重裝 而且拇指環彈道雪都有 雖然沒有安息人戰術 但如果他真的要打工的話 打馬弓也是一個選擇 但不太推薦 還是會比較建議大家如果玩立陶宛的話 趕快上城堡 孫女騎士開始爆起來 你的兵力越多 你的孫女就可以更安全的拿到大量的遺跡喔 所以上城打強軍是算是立陶宛的一個重點 那TC沒有爆 這邊決定用買石頭的方式 買了一個TC 買一個110 那該TC要來擴張喔 但是這邊騎士過來看一下 看到了對面果然高棉爆出了戰象喔 這個毛相夫給騎士的壓力很大喔 血250滴 我們設計最強的攻擊力最高 毛相夫出來了 那這邊毛相夫打建築物很快喔 這個牧場很快就會被捅出一個洞來 但是這邊如果你出 戳錯的話 還想要戳這個騎 這個大象卻戳不到 因為這裡有很多的奴兵 但是家裡已經準備好生女了 神聖思想也點了 增加一下生女的血量 還有這邊直接點掉兩隻村民 小快 目前村民落後四隻 那雙馬就目前斷肉的關係 只能下一隻騎士 然後還稍微斷了村 但是對手這邊爆了蠻大量的奴兵喔 那這邊騎士想來看一下他奴兵的位置 如果他奴兵在這裡的話 可能會打出一個洞來 可能就要考慮一下下BK 那如果奴兵一直沒有要在家裡的話 就可以再偷一下 好 經濟 再灑一些田啊 或者是再蓋一下TC 都還可以 開始灑田 如果是我的話 我剛就下BK了 那經濟就會沒那麼好 那他這邊果然是有做個爭場 看到奴兵回家了 好 趕快灑田 好 不灑BK 下BK就倒了三個田了 很虧的 好 終於有機會出來拿遺跡了 趕快生旅來看一下 那全地圖目前只看到三個遺跡 這三個遺跡的位置 還是我們說 欸 這個是沒看到 這個是老頭直接出去探 我看到遺跡了 OK 看到遺跡之後 正面部隊有點大 但騎士的量依舊在爆 好 有二防的話 就可以考慮把這些公兵吃掉了 好 這邊有一隻騎士 但聖旅在後面 聖旅在後面的話 你這個公兵你要怎麼打 好 拉兩隻公兵 來殺這個 唉唷 這個細節操作 閃一下 哎呀 沒閃掉最後的箭矢 這個戰象直接上來 扛了傷害 哇 這個細節做得很好喔 雖然這邊有很多的騎士 但是被打了回來 兩隻公兵去點僧侶 然後僧侶就沒辦法招想這邊的相夫 好 這邊僧侶走不出來 想要再看一下 到底敵人在哪裡 走了是不是 高地沒有人 來撿個遺跡 那這樣騎士 就會變成三弓囉 拿到了一個遺跡 那這邊直接第一牆讓僧侶回家 OK 那確定立陶宛有三個遺跡了 完美 呃 再找下一個的話 高免就要插在蛋了 但高免對於遺跡這件事情 沒有意識到 他可能覺得遺跡對話不重要 趕快打兇一點 給對手壓力 他就不會去撿遺跡了 但似乎回來看 欸 一看回來遺跡沒了 完了 他心想不最近 他已經拿到很多遺跡了 走了走了走了 不打了 好 他的小劇場應該是這樣子 沒意外的話是這樣 全部撤回家 嘎嘎嘎嘎嘎嘎 哎呀 遺跡不見了 怎麼打怎麼打 現在攻擊力是10加3了 而且他還沒有點下一弓喔 冰箱廠的一弓還沒有點 完了 一弓沒點 我的天 3TC 打正面 哇 好痛 這邊 小弓死的速度超級快 3 13攻擊力的騎士 A了上來 這坨奴兵 消滅殆盡 要沒了 哇 好猛啊 但這裡有酸綠野翔來招 這個 這個是不是直接集火了一隻騎士啊 然後造成 沒有招掉這個相夫 結果這邊靠著 奴兵的開門 直接進去鬧啦 哇完蛋 這隻騎士進來 這個經濟損害很嚴重 這邊趕快拉走 只要有收穿就是賺了 讓他收穿就賺 哇這一波騎士反打很關鍵欸 打得很好欸 哇 佩服佩服 看著我目瞪口呆了 好那這邊順利開下3TC 那軍事繼續再出3隻 3馬丘 繼續再爆馬 那村民術雖然是有稍微落後的 但是已經拿到3個遺跡 算是有補下一點經濟喔 那高敏發現自己的部隊全滅了 趕快在家裡放下一個城堡 開始要打防守了 這個再繼續打進攻可能會出事 這邊騎士有想要抓生侶出來找遺跡 但這個位置似乎沒找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看到第4個遺跡呢 OK 生侶在找第4個遺跡了 但似乎什麼都沒看到 這邊也在找 其實離你很近的 在這裡而已 但這個視野依舊是沒有看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高敏這邊 高敏的視野有沒有看到其他遺跡呢 也是沒有 但是他的重點不是遺跡了 重點是 他家裡要BBQ了 家裡還斷金 8隻村民在挖金而已 這邊趕快補下軍銀 重裝趕快點出來 哎呀這個騎士砍村民好傷啊 我的天 這個村民樹一直在下降 哇這個還沒辦法進去躲 太多村民了 但是這個劍也是射得非常痛 這邊斗力出來想要反擊 好奴兵走了過來 開始射 咻咻咻咻咻咻咻 射得完了射得完了 我小女婦男 好再射春一次 哇再BBQ趕快再把這個門堵起來 不能再讓他溜進來了 看到他家裡有3個軍銀 那這邊應該是不會再想要用洛瑪爾進去亂了 這邊果然開了一個TC 這兩塊金銀的話一定要開TC才能守住 把他的大金快挖完了 挖完的話 經濟就會非常的崩 哇這邊生女找了這麼久還沒找到這個 立陶宛很尷尬 這個魚雞在這個位置 他走了這樣一大圈 腳腳都已經看了 就是沒有看到這個 他一定心裡很幹 怎麼找不到魚雞啊 莫名其妙 但他上面這個找到了 四個魚雞 完美了 這現在是立陶宛最強的時刻 10加4的攻擊力 但是一共還是沒有點 好 但是已經按下了蠻多的馬舊 準備要來爆馬 打一波了 反正對方出了超多的重裝長槍兵 那這邊要不要轉線戰矛呢 欸確實按了戰矛 這裡戰矛打農兵跟長槍兵都很有效果 雖然速度慢了一點 但是還是相對Counter的一個打法 這邊露了一隻騎士進來 殺了三村啊 一二三 哇這隻騎士他沒有發現嗎 這有人哪時候跑進來的啊 死了四村還是沒看到 最後發現了 他們死了四村 所以村民術有點落後了 有3打110 但是這邊時代領先 這邊等一下 稍微再賭一下 能賭嗎 這邊直接走進來沒機會了 該低了該低了 但沒有關係喔 這裡只是一些奴兵而已 這邊騎士過來 英姊也是可以的 出了一些烈提斯 烈提斯攻擊力17 好噁心啊 超巨量攻擊 想要把這個堵起來嗎 欸要回去 再收一次 這裡選擇要直接往外打 沒有選擇要回救嗎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回救的 先把內換解決 再去搞外換喔 但是這邊想要直接打一個正面嗎 這裡是有城堡的 看他正面部隊是什麼選擇 看他正面部隊是什麼選擇 正面想要鑽洞 但是發現沒洞 直接被戳了一些 他被奴 欸這個 奴砲巷居然還出咧 然後家裡轉出戰毛之後 開始反擊 然後正面再等待這個 三級馬鎧 超級馬鎧好了 2加4 跟2加3的一個防禦 攻擊力14 注意喔 這個144還沒有含冰工廠的攻擊力 等到點完之後 攻擊力就突破天際了 這邊戰毛過來想要點 騎士過來砍 這邊2隻騎士 砍得很快阿 攻擊力好高 哇很強 2隻騎士 幾隻戰毛 輕鬆解掉 看來是 殺不了這隻騎士了 這隻騎士 有最強的防禦力了 剩下2滴 3滴 1滴 不會死 哎呀 殘血存活 那少年這邊 騎士繞了一波 又想過來抓一下 這個挖金的 但是沒想到 他的附金 都蓋了TC來做防守 這裡還下了一個10場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剛剛在蓋這個TC 覺得很危險 蓋TC的時候 先把自己圍起來 但沒想到蓋完TC之後 忘記要滴了 等一下應該還是會滴掉 好那家裡 騎士 非常大量 還在農 這邊不轉騎士了 這邊轉肉 怪怪的 這邊肉有點缺 好 騎士還是要出 還是要出 騎兵的喔 肉馬是不會有加成的 但最早的立陶丸版本 是會加肉馬的 所以以前這個立陶丸 非常非常的Bug 現在已經做得相當平衡了 這個文明 OK 戰錨繼續輸出 哇 戰錨打這個 奴奴 奴奴相 跟這個 戳戳都很有用 這邊其實直接硬砍這個 奴奴相 但戳戳回來 趕快退一下 還是要先解決這個戳戳喔 但戳戳很怕箭矢 這邊箭矢攻擊都點滿 三勾點好了 化學再點下去 這邊 戰錨 就很猛了 好那這騎士一樣 不要打正面 我繼續拖時間 我繼續拖 反正我再TC一下 我有優勢 直接打正面 哇 這攻擊力太高了 12加4的攻擊力 哇這邊 立陶丸連三級遠防也點下了 哇那這個立陶丸 防禦會很高欸 防禦是8喔 戰錨必因的防禦是8 那這邊趕快用騎士來解一下這個遠頭 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這邊只有少兩種部隊 應該直接硬貼還是解得掉的 戰錨後面繼續再打這些戳戳 OK雖然死了一些騎士 大概四隻 但是換掉了 畢塔遠頭 還算蠻賺的 但是這邊奴奴相是不是有點多啊 六隻好像還行 這邊繼續來打這個 奴奴相 還是蠻有傷害的喔 這邊奴奴相的傷害好癢啊 哇這個傷害並不高 所以這邊被戰錨換的還是很痛 而且這邊是點了火的戰錨 化學研發好了 哇這邊好虧啊 奴奴相就這樣送光了 直接被這些戰錨兵給換掉 然後這邊先轉出奴奴 不是奴奴火炮 火炮 火炮跟巨頭繼續出 那騎士繼續繞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彩之院的村民 好沒問題 應該是OK的 那家裡繼續用戰錨防守 應該就so easy了 好這邊肉馬出來想要來解 但是肉馬完全沒有防御力 直接倒地 哇這一次看到戰錨也能爆打肉馬的一天 這個肉馬完全沒有防 馬加里被漏了一些騎士進來 看來砍村民 在這邊 高免似乎 村民有點多啊 多怪的啊 157村 一直按村民不按兵的一個概念 好的問題回到了高免這邊 高免你再不爆兵 然後怎麼辦 那你不爆兵的話 你要打什麼兵種 高免也要打大象啦 這邊打大象的話很舒服 戰、毛、騎士都可以吃 但是你要有相對的經濟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你有多少庫存呢 食物歸零 點一下金罐喔 確定是要打戰象了 OK 馬凱也上了 好那確實喔 打戰象是這邊的首選 欸不是打戰象欸 這邊金罐點的是 立陶宛阿 被陶宛點了金罐阿 他居然去點這個長槍兵跟毛兵 系列遠程防護加二 我的天 防禦石 這個戰毛好硬 防禦石的戰毛 你出奴兵打不贏 但這個點下去 好像意義不大 只能打那個TC跟城堡的射程 好這邊肉麻爆出來砍戰毛 效果還是非常好 這次遇到騎士就不太行了 在這邊還是可以喔 砍了蠻多的戰毛 但騎士還是非常強 騎士終於又成到了 要去繼續升攻擊力了嗎 這邊沒有去選擇騎士的攻擊力 反而是要爆出更多的馬跟戰毛 現在量是重點喔 升級不是重點 好升級 等等再說 先打正面 正面這個騎士 但是這個城堡如果是掉的話 他就可以殺進去了 哇這邊倒了 哇 藍色這邊黃金爆了一千多阿 黃金一千多出了戰象不香嗎 戰象直接扛全部阿 戰寶打一滴 連騎士也能扛 我是高敏我一定出戰象 但是這邊還是要選擇爆出錯 這邊轉兵好像有點困難喔 肉力不太夠 明明高敏也是肉採集強國 但是卻不太好 正面在打 這邊還在肉肉馬進來 這邊一直有個洞 哇這邊肉馬又跑進來殺這邊農民 正面的話遠頭拆了城堡 NPC 那正面壓力還是非常非常大 這邊村民出來採木頭的也快要送光了 要不要換個位子挖一下 上面之類的 這邊要爆繼續更多肉馬嗎 好那正餘 我們的立陶宛按下了一級攻 二級攻要按了 哇這樣攻擊力是12加6 18攻擊力 哇生到遊俠那不就餓死了嗎 餓死攻擊力的遊俠我的天 好猛 但正面上似乎被反推了回來 哇這個戳戳跟騎士有點大量 但是還是被解掉了 旋騎士往後拉了一下 讓戰毛藏了一些傷害 我但正面又繼續打了戳戳 但是攻擊力太高了 打一下戳戳一下就死了 哇瞬間解完 這邊是貿易蛇隊按錯的 突然想跟對方貿易 但對方跟他表示 容我拒絕 直接把這個貿易蛇隊給A死了 最不講外交的那種 欸這邊投死車再投這個四級 有想法欸 直接讓你斷買賣 買賣沒了四級就爆開了 沒關係再補下一個四級就可以了 好來看一下這邊正面這個遠投 要不要退一下 這個兵量似乎沒跟上 但是火槍出來了 火槍射這個疾兵有額外傷害加成 很痛的喔這個傷害很高 而且打肉馬也是有傷害的 火槍出了非常值得 就這邊點下了遊俠了 哇這該不會變遊俠勸退嗎 我覺得有可能喔 哇這時候轉出大象 好像似乎有點沒辦法了 哇遊俠轉好了 14加6的攻擊力完美 C帝國攻擊力最刮的遊俠出現了 哇這遊俠直接施虐 直接在城堡下面跟你 打架也沒問題啦 反正我攻擊力超高 看一下這個戰相 哇這個血量掉超快 直接硬生倒地 本如炮相真的是來搞笑的 沒什麼殺上力還解不太掉 只能當坦克用喔 但坦克來說他也沒多慘 OK對手打錯了GG 對付這個攻擊力20的遊俠 真的是受不了 完全點不住 連戳兵也受不了 右邊這邊還蓋城堡被圖了一堆村民 哇立陶宛很多細節都有打到 很多地方他也挖了一堆黃金跟野金石頭 都被他挖走 地圖控制相當好 沒辦法 城堡讓立陶宛拿到太多遺跡 就會變成這樣的結果 沒辦法 好那目前看一下 均勻是經濟科技 都是立陶宛的獲勝 哇這個戰損比 是不是要快要到3啦 KDA至少有2.0左右了 至少是兩倍的喔 好那看一下經濟 哇經濟果然是高明很好 但是沒什麼兵啊 一直在按村民 村民按到了160村嘛 看一下是有多少 167村 還說比我想像中多的7村 他也算是按過頭了 好 那看一下移基 好四個沒錯 科技的部分 生技也都是立陶宛獲勝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